對於政府今天提出徵固體廢物徵費 我們民建聯是認同減費和減碳的大方向 我們也相信社會是支持污染者自負這個原則 但是我們也非常關心 政府現在提出的方案是否設實可行 可以達到預期的成效 在執行上會不會出現一些反差 以及對市民日常生活會不會構成嚴重的影響 以及對衛生方面會不會構成風險 我們希望政府在未來的日子可以盡去的能力 解答了我們以上提出的幾個憂慮和幾個問題 我們知道廢物徵費是會影響全香港的 尤其是大眾市民每日的日常生活 也涉及很多不同的操作和層面 最重要是否符合香港很複雜的環境 尤其是市民的接受程度 以往我們看回香港現在面對的一些狀況 就是我們有很多的衛生黑點 也出現了一些老鼠、大個貓 甚至老鼠入屋這些問題都未解決 政府早年已經推出了建築廢物徵費 還有剛剛開始了沒有多久的4點1路 我們也看到在很多天台、鄉郊地方 都有一些非法棄置的廢物 甚至談到的問題 這些非法棄置的廢物和傾倒 其實已經在一定程度構成這個環境的污染 而4點1路也加深了這個問題 雖然剛才我都聽到局長多番說 就說他認為4點1路是成功的 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但是在我們地區看得到 事實是周圍都多了4點1路的情況出現 另一方面回收再做這些配套 其實今天都未齊全 市民想將一些廢物回收 找地方去擺也沒有什麼渠道 例如最重要的廚餘、塑膠 其實都沒有很多可以讓市民拿去回收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提出這個收費 有些市民就會覺得不是很公道 我們其實最擔心的就是 今天政府提出這個方案 在他剛才記者中所說的 他沒有提出一些方法 去處理這個非法棄制的問題 市民也都即時向我反映 就是他們對政府能夠處理到 這個非法棄制的問題 就不是很有信心 所以就希望政府可以提出 多些有力的方案 告訴大家 怎樣才可以做得到 解決到這個非法棄制的問題 我唯一聽到就是局長說會有罰則 如果被人抓到的話就會罰1500元 但是我們的問題就是怎樣去執法呢 因為我們都知道譬如建築廢料的非法棄制 其實那個罰則更重 罰了20萬 但是現在還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周圍都有很多建築廢料的非法棄制 所以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大政策來的 政府必須要謹慎行事 不可以用這個衛生風險 來去解決這個環保問題 但是我們都希望 希望政府接下來這些日子 在整個計劃 每一個細節都可以解釋清楚給我們聽 只要得到大眾市民的認同 和爭取到大眾市民的信心 這個計劃才可以成功實行 我都聽到局長剛才都說 就是說一開始配套不齊全是不要緊的 因為很多地方 台北或者首爾 開始的時候 都是有面對一些非法棄制廢物的問題 但是當時其實我們都知道 好像台北一樣 都是要有非常之重的執法 就是你一非法棄制就罰 一非法棄制就拉 罰到怕才行才不做 南韓我當年去考察的時候 他們都有提到 是有一個舉報的機制的 如果你舉報了別人 非法棄制 你有搶金的 但是我們香港現在是不是打算用這些方法呢 如果不用這些方法 用什麼方法才做到 沒有非法棄制這個效果呢 要記住現在建築廢物的非法棄制 已經構成環境污染的問題 如果是處於非法棄制的話 就會構成更嚴重的衛生問題 這個是我們民建聯最憂慮的 附下有沒有問題 Pass on to the issue of illegal waste dumping phr營 like what are specific steps like were in patience for the government might have to do like they don't want this problem to be like... to know beesa all about MSW charging we think that the direction is correct 但如何逼述和逼运是最大的問題 隐藏的食物可以在香港的健康医疾病 所以在其他年來的項目, 它以為最好的方法 让民眾有足够的技巧 能力的逼运和逼运的方法 你认为那些东西可能会更加强烈呢? 你认为那些东西可能会更加强烈呢? 如果政府不能复制强烈的话,我们可能会有很多 的免疫情区域或在我们的国家 会造成问题的问题 更加强烈和健康的问题 谢谢